戴着家舍帽和口罩 亲紧的遮住五官 眼前这位男子就是在2008年 残忍性侵八岁女童的赵朵纯 他在当地时间早上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已经搭车出狱 由保护检察官陪同 前往安山遵法支援中心 据了解他必须佩戴电子脚疗到安山遵法支援中心 完成相关的申报手续之后 再和警察同行回到妻子位于安山市的住处 而在赵斗纯的住处也安装了监视设备 以便日后追踪赵斗纯是不是有逃逸 或者是脱离住处外出 其实已经等于形同了软禁 而就在首尔南部监狱外围 也有许多愤怒的民众到场抗议 毕竟赵斗纯的恶行人神够分 而赵斗纯搬家之后 距离他新家最近的幼稚园 只有短短的70公尺 让附近的住户不寒而立 整个安山市现在是人心惶惶 而搬了家的被害者 也相当害怕在路上再一次遇到赵斗纯 等于每一天都活在恐惧当中